第四百集 随着声音 一个浑身碧绿的小人 突然飞到张叶的前方 碧绿小人浑身升级昂然 但他的脸色却是一片木染 两只碧绿的眼睛之中 射出两道碧绿的光线 木之本源 看到这个碧绿的小人 火灵水灵和张叶同时叫出声来 火灵哈哈一笑 兴奋地叫道 木之本源这个家伙 居然自己跑出来了 主人快快出手 将他抓住吧 火灵还没有说完 张叶已经出手了 他的一只手掌在虚空中抓出去 刹那间锁定了方圆树里的虚空 一只巨大的手掌朝着碧绿小人抓过去 碧绿小人尖叫道 人类 你找死 随着碧绿小人的尖叫 张叶凝聚出来的大手 居然应声消散 张叶微微一争的时候 无数千里的木刺 突然出现在虚空之中 雨点一般射过来 张叶挥手将尖刺挡下 感觉到每一根木刺之中 都蕴含着庞大的力量 最可怕的是 这些木刺 根根都是乌青之色 显然蕴含着巨毒 即使以张叶的实力 也不敢让木刺沾到身上 人类 给我死 碧绿小人尖叫着 无数的木刺出现 朝着张叶舍过来 木刺之中 还有点点碧绿的光芒 就像是一柄柄绿色的飞刀 树叶 这些碧绿的光芒 居然是一片片的树叶 这些树叶比普通的树叶细长一些 边缘锋利无比 看上去就像是一柄柄的肥刀 千万柄木刺 千万柄叶叶刀 狡击而来 饶使张叶的实力再强悍 也不敢抵挡 他连忙施展出身法 闪除到树里之外 碧绿小人冰冷的声音 再次响起 想走 吃了 随着声音 张叶的身前身后 再一次出现了千万柄木刺和叶刀 这些木刺和叶刀 乃是木之气息所化 一出现 就飞到张叶石掌之外 饶使张叶的风支一惊再厉害 也无法从这些木刺和叶刀中飞出去 银汉攻击就要到来 张叶的手里突然出现了一柄刀 断浪刀 张叶施展出破云一刀 人刀和叶强行从密集的木刺和叶刀中 撕出了一条路来 以闪电般的速度飞到了树里之外 火灵的脸上 露出了凝重的神色 说道 这个木之本源 修炼的时间 比金灵和水灵要长得多 它已经成了气候 这里木之气息 异常地浓郁 凭着浓郁的木之气息 它可以随意地化解别人的攻击 也可以随意地发出灵力攻击 有木之气息的地方 就是它的攻击范围 即使是真到七重的大高手 也无法奈何得了它 在火灵说话的时候 碧绿小人又发起了数十次攻击 好在张叶早有预料 一感应到身边的木之气息有意 张叶立即就逃跑 碧绿小人发出来的攻击 虽然厉害无比 但却也无法奈何张叶 张叶心里快速地转动 正在快速思考着办法 而火灵这时候 也在默默地思考着办法 火灵服了灵国之后 实力虽然提升了很多 但要想应付这只碧绿小人 却也没有多少信心 就在张叶和火灵默默思考的时候 突然远方传来了一声长啸之声 啸声犹如雷声一般 在虚空中滚滚而过 听到这个啸声 张叶的心里微微一惊 华剑王 张叶在闪避碧绿小人攻击的时候 华剑王终于走出了森林 来到了这里 张叶目光一闪 断然说道 华剑王即将到来 我要在华剑王赶到之前 将这只木质本源 勤拿下来 火灵精灵 听我号令 张叶将精灵换出来 随后连人带刀 化成了一道清光 冒着密密麻麻的木刺和叶刀 朝着碧绿小人飞过去 碧绿小人见到张叶飞过来 目光之中的绿色灯石大声 尖叫道 可恶的人类 居然敢打我的主意 你死定了 去 碧绿小人乃是木质本源所化 属于天地间的异类 上古的时候 异类和人类之间 曾经爆发过惨烈至极的战斗 异类和人类之间 有着极大的仇恨 凡是天地间的异类 对人类都有着一种本能的低处 恨不得将人类消灭干净 水灵和金灵轻易被张叶收服 乃是因为他们还没有成气候 实力无法与张叶和火灵相提并论 而这只碧绿小人 在刀绢废墟墟中修炼了万年 已经成了气候 拥有强横的战斗力 因此碧绿小人一见到张叶 立即就痛下杀手 要将张叶轰杀掉 随着碧绿小人的声音 虚空中的木刺和叶刀 又密集了不少 密密麻麻的木刺和叶刀 看起来就像是一层 密不透风的墙 木刺密密麻麻的飞来 每一个木刺都蕴含着 庞大的力量和可怕的剧毒 可以轻易地穿过 真道四重高手的身体 在木刺的间隔 碧绿色的叶刀 像是隐藏在黑暗中的獠牙 每一柄叶刀都锋利到了极点 可以轻易切断一个真道四重高手的喉咙 张叶这时候 距离碧绿小人足足有十里之遥远 他刚刚飞出了一百多张 密集之极的攻击就已经来到了身边 虚空中荡起了层层奇异的波动 张叶面对碧绿小人的攻击再也不敢保留 风之意境施展到极致 迎着密密麻麻的木刺和叶刀 急速飞行 这时候 张叶展现出强悍之极的计算力和灵觉 漫天的木刺和叶刀通通都映映在张叶的心中 张叶脑子疯狂地转动着 计算着木刺和叶刀的飞行轨迹 从密不透风的木刺和叶刀之中 计算出一条安全的飞行路线 张叶顺着计算出来的路线 在密密麻麻的木刺和叶刀间飞行 每飞出一张 都有数十根木刺和叶刀 从她的身边飞过 张叶看起来 随时都有着丧命的威胁 但她却也奇迹般地活了下来 密密麻麻飞过去的木刺和叶刀 没有一柄伤得了她 见到张叶的这种表现 碧绿小人冰冷木然的小脸之上 终于露出了惊喜之色 张叶的实力或许不够强大 但张叶的身法却已经到了骇人听闻的地步 饶使碧绿小人实力强悍 也被张叶这种妙诀天下的身法所震慑 一个眨眼 张叶飞出了三百多张 距离碧绿小人还有八力 张叶目光闪动 继续飞行 碧绿小人的战斗力非常厉害 要想将她擒拿下来 必须施展出最厉害的绝招 破云一刀 与火灵金灵联合出手 才有成功的机会 张叶打算飞到碧绿小人六里之外 然后连续施展两侧破云一刀 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 越过六里的空间 与火灵金灵一起出手 将碧绿小人擒拿下来 见到张叶这种妙觉天下的神法 碧绿小人两只小手 在虚空中一按 一连串沉闷的声音 从地底下传了出来 下一刻 数百根巨大的树根 像是独龙般破头而出 朝着张叶卷颤而去 每一根树根都有核爆粗 包含着数百万斤的距离 在这些树根的阻拦之下 张叶瞪使险象还生 形势更加的恶劣 张叶刚刚飞出一百张 衣服就被五柄叶刀划破 锋利之极的叶刀 贴肉飞过去 差点就割开了张叶的血管 火灵金灵和水灵 全部都隐藏在张叶的刀光之中 紧张地看着张叶 他们的灵魂 被张叶打上了精神烙印 如果张叶死了 他们也要灰飞烟灭 实力最为强横的火灵 这时候都不敢出声 生怕声音分散了张叶的注意力 他全身烈火熊熊 紧紧地盯着张叶 如果张叶应付不来 他就会立即出手 张叶容色平静 再险恶的形势 也无法让他动容 在暴风骤雨的攻击之下 张叶又飞出了一百五十丈 距离碧绿小人 只剩下了七里 距离越近 张叶面临的攻击 也就越可怕 在张叶的前方 每一寸虚空 都布满了可怕的木刺 野刀和树根 每飞行一尺 张叶都要应付 数百次灵力的攻击 在这种暴风骤雨般的攻击之下 只要张叶稍微应付不当 数以万计的木刺和野刀 就要将它分解成肉片 在这种密集之极的攻击之下 张叶发现 他也无法算出木刺野刀 和树根的飞行轨迹了 闪无可闪 闭无可闭 拼了 张叶的目光一闪 他干脆不闪闭了 手里的断浪刀发出了 十指般的刀钢 朝着前方展出去 灵力的刀钢 轰然射向前方 密密麻麻的木刺野刀和树根 瞪时被刀钢击碎 一条短短的通道 出现在张叶的前面 这条通道一出现 立即又被密密麻麻的 木刺野刀和树根淹没 但张叶的身发 何等快速 在通道被淹没的瞬间 他已经飞出了数十章 张叶的刀钢发出去 拼命飞行的时候 一声长啸 从远方传来 笑声 朕的木之气息 都晃动不休 火灵闪不住出声 叫道 主人 花间房已经来到千里之外 一千里 对于普通人来说 是一段十分遥远的距离 但对于花间房这种真道高手来说 一千里的距离 根本就算不了什么 只需要十数个眨眼的时间 就飞完了 也就是说 张叶现在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如果他无法在十数个眨眼的时间里 擒拿住碧绿小人 就再也没有机会了 张叶目光中露出了一丝狠色 手里的断浪刀轰然展出 清理出了一条六十多丈长的通道 随后 他的身形化成了一道光 直直飞入通道之中 张叶急速飞行 瞬间越过了六十多丈 这时候 密密麻麻的木刺叶刀和树根 再一次飞过来 就像是一堵堵的墙压过来 如果张叶的时间充足 他可以慢慢地将这些木刺 野刀和树根清理 但花间亡即将到来 张叶根本就没有时间 一一地清理了 张叶发出了一声剧后 身形朝着密密麻麻的 木刺叶片和树根飞了过去 他的身子在高速飞行之中 做出了匪夷所思的闪壁 连续在虚空中 闪动了三百多次 闪过了绝大部分的攻击 但依然有极柄叶刀 掠过了他的身子 张叶的肉身强悍 他依然被叶刀给划出了 几道深深的伤口 叶刀上面的剧毒 刹那间进入到了 张叶的身体之中 碧绿小人冷冷地盯着张叶 就像是在看一个死人 叶刀中蕴含的剧毒 一进入到经脉之中 就会迅速地扩散 即使是真道七重的大高手 沾上了这种剧毒 战斗力也会大减 碧绿小人 以为张叶死定的时候 张叶终于来到了六里之外 一道如若实质的契机 越过了六里的空间 锁定了碧绿小人 碧绿小人感觉到 一种莫大的威胁 他的神色微微一动 正于加强攻击的时候 他骇然地发现 张叶突然不见了 不好 碧绿小人骇然之下 身上发出了层层绿光 碧绿小人的绿光刚刚发出 一道淡淡的刀光 突然从虚空之中出现 扎入到绿光之中 破云一刀 在碧绿小人发出绿光的时候 张叶的破云一刀 已经越过了六里空间 斩到了碧绿小人的 护身绿光之上 碧绿小人的护身绿光 虽然厉害 但张叶的破云一刀 更加厉害 人刀融合之下 眨眼间 就破除了数十层绿光 碧绿小人发出了一声 惊骇的叫声 他可以操纵木之气息 攻击远远地发出 灵力的攻击 但他的精神战斗力 却是比较薄弱的 张叶这凶患之气的一刀 杀得他惊骇不已 连声大叫 碧绿小人修炼已久 惊骇之下 他发出来的绿光更加的旺盛 碧绿的光芒 竟然快速地凝聚成了一株株的树木和长藤 如果绿光凝聚成树木和长藤 防御力将会大大的提升 即使张叶的破云一刀再厉害 也无法穿透这些树木和长藤 见到绿光凝聚成型 碧绿小人正是镇定了 他的目光中露出了 胜券在握的神色 这时候 一直隐藏在张叶刀光之中的 金灵和火灵 同时出手了 火灵发出了一个拳头大的火球 轰击到绿光之上 金灵则是化成了一柄柄 寒光森森的长刀 狠狠地插入绿光中 疯狂涌动的金晶之气 将周围的木之气息都压制住了 金灵乃是金之本源所化 它发出来的金晶之气 正好克制木之气息 而火灵发出来的火球 隐隐间也克制着木之气息 两灵同时出手 碧绿小人辛辛苦苦发出来的绿光 瞪时崩溃了 碧绿小人 发出了一声惊骇的尖叫 就想逃跑 但在金灵的影响之下 百丈之内 全都是浓浓的金晶之气 所有的木之气息都被压制住了 碧绿小人受到影响 速度更是大大的减满 刚刚飞出了石树站 一只大手已经来到了他的头顶 搜 张叶叶叶把将碧绿小人抓住 身形化成了一道清光 朝着远方飞去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